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這麼快就來到9月,現在氣溫 還是31度,看感是35度 太誇張了,夏天好像沒有想過離開 所以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在這個夏天 有什麼我用完覺得很清涼、很清爽 如果你有興趣就不要錯過 我們現在馬上開始 今天夏天的每一天我都應該拿著風扇 手上兩個算是比較常用 這個上年介紹過的RYTHM牌子 我喜歡它是雙風葉 然後有五檔 到最大的那一檔是很涼、很夠風的 所以如果是戶外活動 然後那一天天氣很悶,一定會帶它 我知道今年很流行風筒 前面有冰感 我還沒買 因為這個風力已經非常足夠 我覺得好像還未需要再買多一個風力強的風扇 可以掛在袋子 可以掛在Chopper的袋子 都是非常方便的 顏色又漂亮 我去年在日本城買的 我不知道到現在還有沒有 今年好像不覺得 但我今年也沒有特別留意 然後另外一個很可愛 是Miffy 看到Miffy就應該猜到 Miffy和Canvas 現在好像沒有 它不知道是六月還是七月的滿額賞品 我喜歡它的原因 首先它會比較薄一點 它沒有這麼大塊 所以放在袋子裡 但也不用 因為它後面又可以掛袋 有一個勾 然後它的好處就是可以坐桌 有時候在地方吃飯 我不明白為什麼它裡面有冷氣 但還是很高 它就非常好 它的風力是有三檔的 但它沒有第五檔那麼涼 你看到風那麼近的時候 都是微微的 可以去到很近 其實也會有涼感 但沒有這個是巨風級 這個真的很厲害 所以就要看我那天會做些什麼 如果是出去吃飯 特別是可能我需要坐在戶外 或者一些很小的餐廳吃飯 我一定會帶它 而且去旅行的時候 我都喜歡帶它 除非去一些很熱的地方 但今年我去日本 泰國帶著它 都是非常之不錯 所以風扇真的人手一把 你有什麼好用的風扇都可以推介給我 因為我很喜歡買風扇 然後第二樣想分享的 就是頭髮用品 夏天想保持一個清爽 但不乾乾的頭皮和頭髮 真的很難 你想保濕一點 又會怕它塌 然後想清潔力好一點 它又會怕太乾乾 令到很freezy 很無躁 所以重點就是要有健康的頭皮 才能生到一些健康的頭髮 會有光澤 不容易開插 不容易斷 所以不可以令到頭皮老化 令到脫髮都很重要 今年我試了一個日本護髮品牌 用了整個夏天 覺得很有驚喜 它的牌子叫做 一系列的產品裡面 會找到護膚等級的配方 把我們的頭皮頭髮 當作皮膚一樣 重視照顧 在Cosme Beauty榜上有名 拿了第二位 和LDK 一個日本認受性很高的雜誌 將它評為A加等級 然後成份之中 最令我叮一聲就是 海迴香蒸水 平時是一些貴婦護膚品牌 會用到的成份 所以他們是開架價錢 享受到奢華的配方 一路用 我是覺得自己簡直賺了 這個成份 海迴香是限量開彩的法國國部級成份 有很強的收穫復原能力 可以促進肌膚的新陳代謝 用過這個成份的護膚品 就會知道它是主打抗碎爐 連容易敏感 然後沙漠機的朋友都非常之愛用 然後 Ecda Dalassol 兩個洗護系列的產品 成份都添加了海迴香鋼細胞 所以每一支都是 專櫃級頭皮頭髮美容液的概念 如果受損法則 想保水保濕 就可以用這個 海洋極致修護系列 裡面會有 海洋精華修護配方 滋潤、修護我們的頭皮頭髮 然後油性的 容易扁撻的髮質 想清爽一點 可以用這個 海洋絲滑油順系列 裡面會有海洋精華清爽配方 可以去油之餘做到一個 修護、潤髮的效果 而我自己的頭髮很麻煩 有耳塌、乾、長期受損 所以我會混合 我會用海洋絲滑油順系列的洗髮露 令頭皮清爽、蓬鬆 然後直接用海洋極致修護系列的 去代替護髮素 如果不像我這樣 每天都夾頭髮 又經常染髮、電池 用護髮素也很足夠 但我的和港草真的很難搞 大家都知道我平時用到專櫃牌子的髮膜 才保持這個油順 不過它是可以做到差不多的效果 這個是真的 我用的是這個 然後我用完的是這個 完全沒有了 所以它是一個佛心的價錢 我用量多一點 我用得比較密一點 都不會心痛的 然後吹頭之前 我就會看情況 去選擇用哪一個系列的髮尾油 如果是出去玩戶外活動 我就會用這個 海洋絲滑油順系列 它就會清爽一點 但也能保持油順 而且不會無躁 然後在室內活動、冷氣地方 我就會用這個 你看我也是用得比較多的 它就是海洋極致修護系列 它的成分是由海洋膠原 可以即時滲透、修護髮絲 令到頭髮會有光澤感 我今天也是用了它 你會看到 現在的光澤 完全 大家平時都知道 我的頭髮是很多 是沒有的 它是真的做到很smooth的效果 所以我自己是很喜歡的 吹完頭是不會塌、不會油膩 這個組合是可以令到我夏天的頭髮 還有頭皮是保持著很清爽 然後是蓬鬆、健康、誘惑 還有它的清潔力是足夠的 這一點是很重要 因為有些洗頭水是洗的都不乾淨的 還有整個系列都是不貴的 百多元就會有交易 所以我都覺得大家有興趣 是很值得去試一下的 現在還有一位限時第二件半價 可以在晚寧、屈臣市、Donkey、莎莎 HKTV Mall找到的 所有資料我都會放在info box 好了,說完頭髮的清爽 就到身體的清涼了 今年無論在室內或室外 我都是不停幫自己降溫的 第一個就是之前iHerb開箱的時候 都有介紹過lifeflow的cooling mist 它的味道會是暑微草再加薄荷 噴出來的時候 它不是馬上幫你降溫的 它會慢慢滲出涼意 你就會感覺到它開始冷 所以這個是無聊無事做的時候 因為家裡實在太熱了 我會噴在衣服上 令自己不停不停涼 而且它聞起來 味道是比較舒服的 我不會說它是香的 因為它鼠尾草的味道 又不是平時燒鼠尾草 那麼厲害 它是淡淡的 再加上薄荷 那個涼感我覺得是剛剛好的 然後另一個就是bio的cooling body mist 這個我是在Lokan買的 我挺喜歡它的設計 它是有一個拍位 它鎖住了就噴不到的了 然後拍開它就可以噴 它這個是馬上降溫 如果你是很熱很辛苦很不舒服的時候 一噴下去你聽到 它那個噴了是很霧很長 還有一聲 即刻是可能降了五到十度都有 但是它的薄荷味呢 我現在的鼻子和喉嚨是吸了一些 它會比較上刺激一些 然後我出街 這陣子我會用Temple的這個 激爽冰涼濕紙巾 甜心肚味 沒錯 我被它的肚味吸引了 一打開聞的肚味 它會像Eclipse 那種薄荷土糖的感覺 然後拿出來 它是有少少網狀的濕紙巾 沒有什麼特別的 但是你一路抹 尤其是關節位 然後後頸 後尾枕 然後翼下的位置 它會慢慢又是滲涼液 令到你個人有少少過溫 它可以止汗除臭 去除黏粒 拆走99.9%細菌 通過皮膚科測試 抹光整個人 它都不會有任何的粒粒 但是我又不覺得它是極清爽 無感 是那種粉霧的感覺 它有咄咄咄的 但是我真的覺得 它這個薄荷土味都很好 很多時候是乘巴士、地鐵、船的時候 很怕旁邊那個人聞到我的汗味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那麼臭 但是有時候一路出汗的時候 我都很怕會影響到人 我自己都不喜歡聞到 說是在巴士那裡 或是在升降機那裡 焗著那些汗味 我都是會戴口罩的 但是希望自己不會影響到其他人 我就覺得放一包在袋子那裡 如果不是拿很小的袋子 都是方便 而且都真的挺舒服的 所以身體的涼感 我就是靠這些噴霧 和濕紙巾 然後臉的涼感 我就是靠這兩樣 一個就是Cosey的Make Hip Mist 它是一個涼感的定妝噴霧 其實我覺得它有一個小小的缺點 就是我通常不會先噴臉 我會先噴在手上 因為不知道噴霧那一刻 會不會有水珠彈出來 它有時候很久沒有噴 你熬得不均勻 第一下如果噴了水珠 在臉的妝 你會看到有幾下是特別大的痕 但是當你噴好了它是霧的時候 你再噴在臉上 它是很霧化 然後會馬上有一個薄荷的涼感 這個是今年夏天的限定版 然後它定妝的效果 因為我都不是那麼容易溶妝 它可以令到我的底妝是比較貼 然後那一天的維持度也不錯 然後講開我自己很喜歡的定妝噴霧 其中一款 看到用到那麼少就是 Shelot Tilbury 這一款我覺得它保濕度也好 持妝度也好 但是因為今天是說涼感 我就覺得它這個真的做到噴出來的時候 有冰涼的感覺 大家想不想我說一集的定妝噴霧 因為我有很多很喜歡的佳禮 例如Decote 或者Clearance 韓國那款 Makeup Forever 我手上有太多了 所以如果大家想看定妝噴霧 就留言告訴我 然後另一個就是很好玩 這個冰涼感是達到10分的 然後它好玩的程度是有15分的 我在日本已經見過了 但是那時候我有買到的 不知道去哪裡了 為了拍這條影片 因為它實在太可愛了 所以我就在Lock On買一支 它是138元的 因為我最近才買 所以記得 它噴出來 是一個凍冰冰的化妝棉 然後你再拿開的時候 它是變成棉 當然它不是棉花的質地 不過 它是超級冰涼的 馬上幫你降溫 你的臉是毛孔 馬上是物理上的收細 它不是永久幫你收細的 我嘗試噴多一點 噴厚一點 然後一夾 接著 整塊 超大塊 而且有厚度 這次 雖然它不是有一個明確的用途 但好玩 而且化妝之前 會想涼涼涼的 臉很熱 不斷出汗的時候 我覺得它可以做到一個 超級即時的降溫 買回來玩 從來沒有試過有其他护膚品 或者是一些產品 有這個玩意 我覺得真的很好奇 拍夏天的特集怎可以不提及防曬呢? 我手上有清涼和清爽之損的老臣子加丹尼爾的水感輕透防曬凝宇 我想應該用了三年 我到現在都很喜歡它 這個是旅行裝15g 超可愛 它很舒服 到現在我都會經常用到的一個防曬 它推開是有少少的涼感 所以去到最炎熱的夏天 它有薄又清爽又有保濕感又不油膩 我是非常非常之喜歡的 SPF50有4顆星 我猜是PA4加 然後就到今年試的一個 諾敦斯斯深層日間護理防曬魚 它都是SPF50加PA4加 而且它寫著是耐水性 它的質地會比較像gel cream狀 推開的時候是非常之好推 好像變了水 而且我挺喜歡的涼感 它的味道好像維他命C糖的味道 所以我自己不是太喜歡它用在臉上 不過用在身上是很舒服 因為它又是完全不會黏黏 然後推開的時候是很水 不會泛白 而且是不會有油膩感的 還有這個我在日本買的 是叫做CUT UV 是不是叫牌子名 它也是SPF50加PA4加的Fairy Water Resistance 打開出來它是那種今年很流行的防曬膏 塗了在身上 完全是不會有任何黏感 是很清爽 很無存在感的一款 就是很適合出街的時候 個人已經黏黏黏 你塗任何這些cream都覺得不舒服 這個防曬膏就非常之好 我印象中是不是1300日圓 不肯定 應該是DONKEY買的 在日本的時候 今年我是買了那個UV的鏡頭 但到現在我都沒有拍這個防曬特集 如果大家真的有興趣 就留言告訴我 我再開一集專門說 今年我用過的一些很好保濕的防曬 一些是做Cream再加防曬 或者是一些很潤身 怎樣好還是不好 喜歡還是不喜歡的防曬 都可以和大家分享 之前和大家分享了這個定妝噴霧 它是一套的 我買的時候還有一個定妝粉 它的名字叫做Mic tip powder 也是close的 我去年應該和大家分享了它 普通的桃紅色蓋 今年它出了一個粉藍色的蓋 說自己是良感的物粉 我是非常之期待 但是呢 其實用這個粉泡去拍照面 是完全沒有良感的 你要怎樣才有良感呢 就是倒一大攤的粉 在這裡好像爽身粉一樣 然後這樣掃開它 你就終於會感覺到 有少少涼涼的 少少薄荷的感覺了 不過這個蜜粉 我覺得在開架蜜粉裡面 是做得非常之好 它是不會令到我乾肌的皮膚再乾了 然後它做到一個很好的持妝 之後呢 我覺得控油在我朋友的口中聽回來 都是不錯的 幾十塊就有一瓶的話 又是用很久的 起碼用整個夏天都沒問題的 裡面是有5克的 不一定要買這個粉藍色 我覺得它本身桃紅色已經非常之好 另外呢 我就是今年收到肌然的兩款 然後呢 極潤 都是保濕冰感傷 和保濕冰感眼傷 這兩個呢 我就覺得它最像冰的東西 就是它的質地 撕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它是好像雪巴一樣的 然後呢 眼傷頭是有少少可以按摩的 你一推開 是立即會有一種涼滲滲的感覺 然後呢 你會看到它不是那種保濕 變成水 是沒有面子的 然後呢 這樣它就吸收了 是超級清爽的一個箱 但是對於我來說呢 它的保濕度呢 就有點不足夠 如果呢 我自己用的時候 通常都是舒緩的 用它是很清爽的 但是就不要 希望它有什麼滋潤 好保濕的感覺了 就算它這個叫做極潤保濕冰感傷呢 它打開了之後呢 它的質地是和眼傷有少少似的 都是一種冰沙的感覺 裡面好像雪巴一樣的 然後放上手那裡 推開 又是會有一下很涼的感覺 它是很舒服 很好吸收 你看到已經吸收了 不會說有很濃的反光感 或者是一個很潤的收護感 在那裡的 很清爽很透薄去做到一個簡單的保濕 都是一個覺得很熱 或者是男孩子呢 你是覺得要很爽的這樣塗這個霜 這個是對的 但是如果你說你想要很濃的保濕 一個滋潤的感覺 我就覺得它未必做到 不過今天的主題呢 是一個清涼清爽的產品 它就真的給了我這個感覺是不錯的 好了 終於祝了夏天的美巴 跟大家分享了 這個夏天 有些什麼是令我維持清爽清涼的產品 然後夏天 你不用不捨得走的 已經秋天了 不要熱到12月了 Anyway 有些什麼大家今年是用完之後 覺得很爽 很正 很適合夏天呢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燒我一會兒 還有可以籌備一下夏天的夏天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這個分享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給個like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